超強陣風不斷灌進捷運車站 27號晚間 沒機發威 橫掃全台新電站出口的天花板 不敵13級 狂風威力 整個被吹垮 回到市場發現場 現場的異物已經整個被清走 在天花板是整個裸露以外 地板上也都還留有 昨天晚上被異物撞擊的痕跡 而一旁的售票機器也被吹壞 除了天花板掉落外 裡頭管線也整個外露 僅存的燈具看起來搖搖欲墜 真的好危險 為了恢復正常運作 站方人員連夜將掉落物品 清走後拉起紅龍 就怕發生意外 工作人員站在一旁 請民眾改道 新電站災情慘重 上一回木蘭蒂來西石 同個地點狂風暴雨一樣 灌進捷運站 乘客都被吹著跑 有可能順著這個新電溪 這邊一直往上游這邊過來 因為那邊很多的大樓 非常密集 就會讓這個風速加速 加速它無處宣洩 可能就是順著這樣子 很強的這個風壓 就灌到整個新電站 因為捷運新電站 就在河口旁邊 加上出口上方大樓密集 從河口吹進來的狂風 壓力無處宣洩 一碰到底層的捷運站 出口通道 瞬間變成風口 灌進車站 擠壓後的瞬間風力 就成了管道效應 風有點太大 連天發板都壞掉了 還蠻誇張的啦 就看那個壁台那邊的樹有沒有 就整個好像快要不整個被吹走了這樣子 真的嚇到不敢睡覺啊 風大到民眾嚇得一夜難眠 專家提醒強風遇到大樓 容易形成風切效應 臺風來時民眾最好避開風切區 比較安全 記得今晚我跟我們SN小組 新美市報導